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美国承诺提供90门榴弹炮给乌克兰 就在这个时候传出 美方通知已经批准对台军售的40门M1洞沟A6自走炮 要延期交付 对台军售是否受到乌克兰战事影响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强调 军售台湾和军援乌克兰没有相关性 这个星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命令上将表示 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 具有夺取台湾的军事能力 但这不代表有意图要在2027年入侵台湾 科比表示解放军加强进攻军事投射能力 进行两栖登陆演习轰炸机巡逻自制航母 另外也发展介入区域巨止战力 但变数之一是经济挑战 科比重申美国将维持一中政策 继续支持台湾 并且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 而美国不愿见到 以军事手段片面改变现状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阿富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